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要求一个跟这个肯导数是相关的一个极限 那么这种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一个函数在一点的导数它也是一个极限 所以这种题做的一个总体的想法就是 把要求的这个极限想办法要凑成这一点导数定义的那样一个极限形式 什么叫做凑成这一点导数定义的那个极限形式呢 那它一个确切的含义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一个函数在X0这一点的导数 我们是这样定义的 那我们是定义为这个Δ的X去向于0的时候 然后上面呢是FX0加ΔX减去F的X0 然后再除以ΔX 这就是X0这点导数的定义 但是它给我们的题目 一般并不一定能完全凑成这个形式 就是哪个地方往往会有变化呢 那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那个Δ的X那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我们是ΔX它不一定是ΔX 它也可能是2倍ΔX 它也可能是赛影ΔX等等等等 那所以我们说凑成导数定义的形式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注意 就是原来ΔX地方这两个地方要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原来我们导数定义里面那个ΔX是要7下0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就叫凑成导数定义形式 当然这个时候 它要跟这个导数相等 要用这个结论 对这个方框是有要求 那么一呢 就是这个方框一定要趋向0 因为我们原来导数定义 那个方框是趋向0 事实上还应该有个要求 就是这个方框不能等于0 因为我们原来这个虽然FOM是ΔX 我们这个ΔX本身就是趋向0 而不等于0 因为它是自变量 它是趋向量而不等于0 你现在这个方框呢 它可能是ΔX的函数 所以它有可能等于0 但是分不上东西不能等于0 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要求 这就叫做把你要求的极限凑成导数定义的形式 然后这个时候对方框提出两个要求 我们就可以借助导数的定义 以及这个的话给你这个导数这个值 这就是做这种题的一般思想 好 这个思想清楚以后 然后我们回过来做这个题 大家看它告诉我们是X0这点导数 那如何把这个凑成X0那点导数定义的形式呢 你注意它的这个函数的改变量 F减它这个写在凤母上 那如果我们在凤母上直接凑 这个也能凑 但是就不太方便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看 那我们可以看它的谁啊 它的这个倒过来 就倒 这个倒过来 这样一个极限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这个极限 就是这个X7下于0的时候 X4分之F的X0解2X 然后减去F的X0解X 因为这个跟它是个倒数关系 所以这个极限如果等于A 原式极限就A分之1 因为这个凑起来比较方便 好 那我们来看 如何凑成X0这点导数定义的形式呢 你注意我们那个导数定义那个 第二项减的就是FX0 第一项是X0加Δ 那你注意它这是X0减的一个去向0的 第二项也是X0减的一个去向0的 它没有出现那个FX0 所以我们要凑成那个形式 那么就是给它里边来加一项减一项 这是常用的一个手段 那么所以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X趋向于0 那这个凤母呢 是X 我们人为的给凤子上偏向 加向减向 所以这呢 第一项这个地方就是 F的X0解2X 解FX0 解一个FX0 然后呢 后面呢 再写成F的X0减X 然后再减去F的X0 这实际上就是减一个FX0 加一个FX0 实际上大家知道 是人为的是为了凑导数定义的形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分两项看 大家看第一项 这个 那你看代替我们德尔塔X的地方呢 这是个负2X 那所以 我们要凑成那个X0的导数定义形式 我们下面就需要凑一个谁啊 负2X 而对第二项来讲 你看这是FX0解X 解FX0 它呢 代替我们那个德尔塔X的地方是个负X 所以我们下面就得凑负X 这就叫做凑导数定义的形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分开凑 比如说这个第一项 我们本来是谁 你看它原来写出来的话 是F的X0解2X 然后解F的X0 那你要凑那个形式 这是代替德尔塔X的地方是负2X 下面就得凑负2X 那么原来这个地方是X 你下面来一个负2 那这个前边就得来一个负2 所以这就叫做凑 好 那我们给前面这个地方呢 来一个负2 那这个地方来一个负2 这才跟原来式子是相等的 好 第二项呢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减去谁呀 减去这个X分之F的X0解X 然后呢再减FX0 那你注意这跟我们导数定义相比较 那就代替我们德尔塔X 这个地方是个负X 所以我们下面就得凑负X 那么为了凑这个负X 我把这个地方写成加号 这不就是凑成负X 这就叫做凑成导数定义的形式 但是这个是原来人家是整体求极限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整体极限能不能拿到这两项分别来求呢 我们知道极限用算法则是要求这两个都存在 实际上呢 根据我们刚才凑的过程 这就这个地方负2X 它是趋向于0而不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极限存在 并且等于那点导数 它前面要乘个负2 后面这一项呢 这个负X它也是趋向于0而不等于0 所以第二项这个极限存在 也等于这点导数 所以根据这个 我们知道两项极限都存在 这样因为都存在 我才可以拆开来做呀 X趋向于0 那这个地方呢 X趋向于0 然后回过来我们再来看 那就是根据我们刚才凑的这个形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式子 当X趋向于0的时候 它就等于这点的导数 那前面有个常数负2 所以就等于负2倍的F1'的X0 那么这儿呢 代替德尔塔X是负X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呢 符合趋向0而不等于0 所以第二个极限 也等于在X0这点导数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等于谁 就等于负的F1'的X0 F1'的X0等于谁啊 它等于负1 把它带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马上就得到它等于正1 但是人间是让我们求这个极限 我们没有算它 我们算了它倒数的极限 所以它的极限 应该等于这个1的倒数 但是1的倒数仍然是1 所以这个题最后的答案就是1 那么这就是一种这样的题目 就告诉你一点倒数 然后求一个相关的极限 方法是什么 就是要把要求的这个极限 想办法凑成这点倒数定义的形式 然后用倒数的定义 做这样的极限 这是做这种题的一种基本的方法 那么像这个题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呢 注意到这个题 它是一个填空题 那么这种填空题呢 它只要答案 不要过程 所以针对这个题型的特殊性 那么有时候可以用灵活的方法 如果我刚才这个方法叫解法1的话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解法2 那么解法2这个思路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呢 F是在这一点的X0D的有倒数等于负1 那么大家想 对满足这个条件的那个F 带到这个地方算出结果都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只要答案 所以我们就有个想法 我是不是只要找一个符合这样一个条件 它只给了一个条件 这个在X0点倒数等于负1的这样一个函数 带到这算出了结果都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你只要答案 所以我们可以选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的一个具体的函数 那么有同学就问了 说X0这点倒数等于负1选谁呢 那大家看 这个如果我写一个F等于谁 等于一个负X 那你注意 这个F1的X 它就等于谁负1 它在所有的倒数都等于负1 它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把你这个题目里面F 用这个负X带进去 就能做出这个题目的答案 好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 我们原来要求的这个极限 那是X去向于0 而这个分子呢 上面是X 那么下面呢 大家看 F等于负X 那FX0减2X 是不是就应该等于负的 里面就是X0减2X 然后呢 减去这个F的X0减X 由于F等于负X 那这个就等于负的X0减X 那个负号跟前面减号 乘在一起变成加号 里面就是谁啊 X0减X 这就是把分子上这个F 用这个具体函数带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大家看 X去向于0 上面呢 是X 下面我们看 这有一个负X0 这有个正的X0 这两个就抵消掉了 那么另外呢 前面负号乘进去是个2X 在这个地方呢 还有个负X 22X减X 那就是X 一整理就变成这个式子 那么X去向0呢 我们一看这个极限就等于1 所以这个答案就等于1 那么大家看 解法2比解法1简单多了 在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这个解法2虽然简单 但是这个解法2这个方法 就是叫做特殊函数法 它有它的局限性 那前面解法1 那样一个凑定义的方法 不管这种题出成什么题型 选择填空解答证明 我那个解法1都可以用 但是你这个解法2 就不是任何题都可以 任何形式的题型都可以用 你比如说我是计算题 你就不能这样做 我是证明题 你也不能这样做 而这个解法2 这个方法 只能用在什么样的题目呢 就是讲到通俗点 就只认答案 不认过程 没有过程 我们卷子里面有两种题 那就是选择和谁 和填空题 那么这种题呢 是只要答案 不要过程 那这两种题 就可以用解法2 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来处理 选具体函数直接来处理 所以解法2对这个题简单 但是注意千万要注意 解法2具有局限性 它只能用在填空和选择 解法1对这个题虽然不是很简单 但是它是一个一般方法 那么这种题出成什么样的题型 解答 证明 填空 选择 都能用 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那我们解题的方法要灵活使用 如果是出现这种特殊题型 填空 选择 我们可以用灵活的方法 那如果是那种计算题 那种证明题 解答题 它不能用这种方法 我们也会一般的方法 所以两种方法希望大家都会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例子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这是2011年数学2和数学3的考题 那它呢 对函数是这样一个条件 它说已知F在X0这一点是可导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F0等于0 然后要求一个极限 那你看 它虽然没有告诉X0这点导数等于谁 但是还是告诉了这一点可导 然后要求一个极限 所以跟刚才那个地方是一样 也是告诉你一点上可导 要算一个相关极限 方法是什么呢 那就仍然是把要求这个极限 想办法凑成这个可导的这点导数定义的形式 那我们现在告诉在哪一点可导 是零点可导 那么零点导数的定义 我们写出的的话 本来应该是这个形式 那就是X去下于0的时候 上面是F减F0除X 但是注意这个题告诉我们一个条件 F0等于0啊 那所以上面就只剩下FX 下面呢就是X 这就是在零点导数的定义啊 因为根据我们思路 我们要把它凑成零点导数定义这个形式 那么现在回过来看 这个极限怎么凑成零点导数定义这个形式呢 实际上我们来看 分子是两项相减 那它能不能把它拆成两项分别算呢 诶 大家看第一项 X平方F除立方 这一项消掉一个平方 诶 它出来不是正好就这个形式吗 而第二项呢 F立方除立方 也就相当于把里面的X换成立方 但是立方仍然是趋向0而不等于0啊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凑成零点导数定义形式 你就不用加相减相 你直接把它拆成两项 两项都是我们想要的形式 所以这个题就有了解法一 那我们就可以把原来这个式子原式就直接给它拆开 因为拆开以后第一项是Fx除以X 那么根据你零点导数存在 我们就知道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并且就应该等于零点导数 而第二项呢 那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一个Fx的立方 除以谁啊 除以X的立方 F立方除立方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导数定义这个里面的X换成了谁啊 换成了X立方 但是前面还有个系数 这是个Far 那这个呢 我们说也是零点导数定义的形式 那就代替我们X呢 是X立方 这个立方仍然是趋向0而不等于0 所以根据导数定义 我们知道这个极限也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拆开 分别算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第一项极限 根据这个定义 马上就知道 就应该等于F1撇0 第二项呢 减去二倍的F1撇0 那好 我们马上就知道 这个结果就是负的F1撇0 好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马上就注意 你看这个B选项 就这个选项 它就是负的F1撇0 所以我们这个题就做出来了 正确的选项是B选项 当然我们刚才做这个题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用的什么东西 就是从条件出发 直接利用导数定义 做出这个结果 那我们知道 这叫做做选择题的 一种常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解法一 实际上我们把它叫做直接法 但是我们知道 做选择题 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 叫做排除法 那我们在前面也总结过 什么样的题适合用排除法 如何用呢 那就是如果出现了一般函数 那这个时候呢 就比较适合 什么叫出现一般函数 你像这种在0点可导 F0等于0 但是就是没有告诉F是谁 这就叫出现一般函数 所以这个题呢 这种选择题也很适合用谁啊 排除法 所以我们这个解法二 我们现在用谁啊 用这个排除法 排除法如何用呢 那我们说就是选 叫做具体函数法 就是选一个符合题目条件的一个具体的F 越简单越好 选谁呢 你看他对F的要求是 第一个要求是在0点是可导的 第二个要求是0点等于0 两个要求 0点可导 0点等于0 你说0点可导 0点又等于0 比较简单的函数是谁呢 对很好 那我们都想到了谁 Fx等于x 它是符合题目条件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通过它说明有三个选项错了 但是这些选项里边都牵扯到F1撇0 那你看F1撇的x就等于谁 1 那F1撇0也应该等于1 好 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把这个Fx等于x 带到要求的极限里边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要求的极限就变成x去下0 这个凤母是谁啊 x的三方 凤子呢 这个F用x带进去 那第一项就是x立方 这个F立方 把F用x带进去 这边就是减2x立方 那么上面一减呢 是负x立方 除以x立方 那这个时候马上可以知道 这个极限应该等于谁 负1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谁错了 那你注意我们的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负1 那把这个F1撇0等于1带进去 凡是不等于负1的就都错了 好 我们往这如果一带 F1撇0等于1 往这一带等于谁啊 负2 那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 那这个一带呢 是负1 但是一个具体例子不能肯定一个一半解来 但是这个显然错等于0是错误的 这个往里边一带是正1啊 也不等于负1啊 这个也错了 那三个选项都错了 我们又是单项选择 有并且只有一个对 那肯定就这个对 那这样子大家注意 这个题用排除法做 选项比直接法还来得简单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对选择题 两种常用方法 一个直接法 一个排除法 能够灵活使用 找到最简洁的方法 那刚才这个题呢 因为它出现了一般函数 所以适合用 排除法怎么用 就是具体函数法 我们找了一个fx等于x 很快 这个题就做出来了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二个例子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 这是2013年数学一的一个考题 那这个题目呢 它是这样一个题 它说这个函数y等于fx 是由这个方程确定 注意这是xy的一个方程 实际上也就是说 y等于fx就是由它确定的隐含数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让我们求这样一个极限 那这个极限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fn分之1减1 f的n分之1减去1 乘上n 我们知道乘上n不是就等于除以谁啊 n分之1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这是f里边是n分之1 这是n分之1 这个n分之1去下谁啊 0啊 这个1 大家想如果这个1f0要等于1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fx解f0 当x去下0的时候 如果这个极限存在的话 这就是0点倒数的定义啊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也就已经凑成了0点倒数定义的形式 只不过代替我们deltax的地方就是n分之1而已啊 所以如果这个函数在0点的函数值刚好等于1 并且它在0点的倒数也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极限就应该等于0点的倒数啊 好 那这个函数是由方程所确定的一个硬函数 所以我们要看f0等于什么 f的一片0等于什么 我们要按照硬函数求导的方法来处理它 好 具体的我们来看 那首先我们关心f0 也就是说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什么 那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那大家看 如果我们另x等于0 那么另x等于0带到上面 我们就得到谁 y等于右端 由于x等于0呢 e等于0次方就是1啊 哦 我们就知道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1 那实际上也就是f0等于1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原来要求的极限 就是n取消于无穷的时候 那么上面是f的n分之1 减去1 下面呢 乘我写成n分之1 那么这个呢 就等于谁 就等于n取消于无穷的时候 上面就是f的n分之1 减1 减1就是减f0 然后下面呢 就是n分之1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你看这个极限 是不是就是0点导数定义的形式 它不是就是把我们原来 0点导数定义里面的 Δx 改变 换成谁啊 换成了n分之1 那么这个n分之1是趋下0 而不等于0 所以根据导数定义 那这个就应该等于f1-0 所以所要求的极限 就等于f在0点导数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 这个方程所确定 隐含数在0点导数如何求啊 那么就可以按照前面的 隐含数求导法 那就等式两边对x求导 再把它带进去 好 我们这个左边求导第一箱 那求导就是y一撇 第二箱减去1 那就等于右端求导 这个1求导上面不动 x1-1 但是后面还有这个指数求导 所以这个指数是两个因子相乘 所以有两项 x求导后面不动 这就是1-1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x不动后面求导 那就是减去x的y一撇 这就是两边求导 那么求导的目的是为了算0点的导数 所以我们在这个式子里边呢 我们把x等于0带进去 x等于0带在左边呢 这个第一项就是在0点的导数 减去1就等于右端 右端这个e上面把x等于0带 e的0次方是1 但是y呢 应该用1带进去 这个没了 还有这个x用0带进去 这个也没了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右端等于谁啊 就等于0 那么0点导数减1等于0 那0点导数就应该等于减等于1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应该填1 好 我们回过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那么这个题目呢 是说y等于fx是由这个方程所确定的隐含数 要算一个跟f有关的极限 首先我们是要看出 这个所要求的极限 实际上就是f在0点导数定义的形式 所以求这个极限的问题 就归结为求f在0点的导数 而这又是个隐含数求导 我们等式两边求导带进去 求出0点导数 这个题目就解决了 仍然属于求跟导数相关的一个形式的极限 还是凑到时候的电影